早安 今天早上很想喝Cuban Coffee 古巴咖啡 這個咖啡是比較偏濃的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起床之後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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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適合你了 很提神 這裡你需要一個 Stove Top Expresso Maker 然後有一些黃糖 你可以用白糖的 這裡我不會用完 這裡有一點點鹽 還有一個測量杯 還有一些咖啡粉 首先來看看這個Stove Top Expresso Maker 拆開了Filter 下面就是放水 我已經放了水在裡面 小心點 水就不要超過那顆 放氣壓的那顆 放氣壓的那顆 然後我們就來 把咖啡粉 放入果濾器裡 我用的是這個很普通的Focus 很多人都會用的 其實任何的 Medium to Dark Rose 咖啡粉也可以 然後放入果汁 �水 再放入果汁 就輕輕用根 壓一下 不用太大力 輕輕就可以了 放到滿吧 這個其實大概 兩個人的份量 兩杯 然後拎緊就可以了 另外,先把糖放入渦量杯 这里我用了两汤匙 你可以按个人的喜好,甜度,加减的份量 也可以用白糖代替,其实很多人都是用白糖的 但我觉得好像红糖,健康一点 然后再放少少的盐,两瓶匙就可以了,这个是选择的 然后我们就把Expresso Maker放在锅中,开中火 要把盖打开,因为我们待会要看第一滴滴出来的咖啡 之后我们就要立刻把咖啡倒入刚才我们预备的糖 你要留意着咖啡 这里大概过了两分钟之后,咖啡就开始滴出来了 之后我们就立刻把咖啡倒入半茶匙 然后把咖啡倒入糖中 要少的,小心没有太多 然后就很快地去搅拌 它的维持性很重要 来看看糖浆的质地 看起来就像融化了的花生酱 我大概都搅拌了两分钟才变成这样 现在来看看咖啡 有点像气泡的声音 当气泡的声音没了 就可以关火了 等咖啡滴完之后 就可以倒入刚才的糖中 稍后会看到有一层泡沫慢慢浮在面上 这些泡沫就是糖和咖啡形成的混合物 如果糖的维持性不适合 太稀就做不到这个效果 那你可能要再试多几次了 但是很简单的 试多几次就可以了 就可以serve Enjoy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Cuban Coffee 建议你们不要胸肚喝 真的很强的 我自己很喜欢喝咖啡 遲些有机会再和你们分享其他咖啡的视频 Bye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like和subscribe吧 欢迎你到我的频道 和我其他的微食视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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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